我们今天常常讲理想 劝大家理一些想 实际上做不到 但是有一个好处 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不要贪念 对世界贪念那是障碍 那让我们不能往生 我们对这个世界人看淡一点 往生障碍就少一点 对将来往生大有好处 用意在这个地方 这一句话也是明言 立一切诸相 责明诸佛 那也就说明 佛跟凡夫差别在哪里 佛不诸相 那为什么 他知道一切诸相是假的 一切诸相都不可得 我们借着科学家的报告 让我们体会到 这个四世真相 但是要毁用 用在哪里呢 就用在现前 让我们常常想到 眼前这些现象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就跟电影里头演的一样 所以金刚经教是做比喻说 梦幻泡音 我们特别梦幻泡音 着重这个音 这个音呢 就是电影 电影最容易体会到 波动现象产生的幻觉 一幕上 不过是二十四分之一秒 这样的速度在流动 让我们看这个画面 好像是真的 那弥勒菩萨 在菩萨出太经里面告诉我们 一坦尺 有三十二亿八千年 念念成行 行皆有始 这说什么 物质现象 心理现象 自然现象 通通通通都是在 一秒钟 一千六百兆次的 波动现象 产生的幻想 根本就 什么都不存在 不但物质不存在 精神不存在 连自然现象也不存在 我们明白 常坐如是惯了 这个所有现象 平等了 扯平了 扯平对我们什么好处呢 我们的平等心 现象 平等心 现象 哪有不清净的到底 这东西还能燃吗 你没有法子 能燃的心 不可得 俗燃的境界 也不可得 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掌握住 我们说这一句话 这个里头波动现象 有多少 如果这一句话很短 只一秒钟 那一秒钟就 一千六百兆次的波动 哪一个波动 生活 哪一个波动 是存在的 没有啊 真是《楞严经》上所说 当初出生 随处灭尽 这个里头 简直是一丝毫空隙都没有 一个结一个 相似相续相 没有两个相是真的 是完全相同的 相似相续相 所以我们从 科学家这个报告 跟佛经上 对比 我们明白了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既然是虚妄 你就没办法得到 你也没办法控制 你怎么想 都是妄想 那什么都不想 就对了 你就成佛了 心随着外面境界动 这叫凡夫 你心未进转 心不跟外面境界动呢 这就是真心 这就叫佛菩萨 真心不动 慧能大事坚信 第四句说 何其自信 本无中有 大臣教常说 真心理念 没有念头的真心 那我们凡夫 很糟糕 没有念头的时候 是昏尘 是无名 为什么 没有念头的时候 不生智慧 就是你有无名 无名顺 就是你有障碍 什么都有障碍 烦恼吸气 障碍 你所造的 一切业障 障碍 不外乎这年类 这个东西消除了 没障碍了 你的清净心 在那个一切境界里 都不动了 如如不动了 这真心先进 深知慧 不生烦恼 所以金刚金将的 利益一切住相 这就是祝福 这个地方的祝福 包括四十一位 法神大死 这四十一位 法神大死 是分正祈福 所以祝福不是说 就是指 这四十一个 加上妙句 这个祝福 就是说四十二个位子 每一个位子 都是无量无边的 他们都不着想 他们都了解 一切像是假的 不是真的 对 感谢观看